大家好,欢迎来到九火闻名频道 今天我们要向大家介绍一种常用的中药贵枝 贵枝是一种具有温性的中药材 主要功效是暖胃散寒,调和气血 在中医理论中,贵枝的药性胃心,肝,性温,归精归心,肺,膀胱经 具有温晶散寒,活血通落,调和气血等功效 那么贵枝适用于什么身体状态下使用呢? 一般来说,贵枝适用于胃肠寒凝,妇科病,风寒感冒等症状 对于胃寒,呕吐,腹痛,精壁不调等症状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但是,贵枝属于温性药物 体质偏热或有发热症状的人不宜使用 首先,贵枝应避免过量使用 否则可能会引起胃肠不适,心剂等问题 其次,贵枝不宜于某些药物同时使用 如一些降血糖药物和抗凝药物等 以免发生不良反应 除了以上注意事项外 贵枝还可以与其他中药复合使用 如雨勺药、生姜、大枣等中药复合使用 可以达到活血化瘀、调和气血的效果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 请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会持续为大家提供更多中医知识和护理方法 再次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